請你幫我健康庫 我很累 密集飛行 就是內地大概都沒睡覺 那個禮拜就是胸部這個位置 就是這裡 當你的肝臟的膽子裡面 沒辦法排泄出去的話 刺激你的皮膚 會刺激到那個膝纖維 會造成你癢 如果再嚴重一點的話 會造成什麼 你看它的皮膚它都會煥黃 它皮膚基本上很容易會燒癢 你把這肝的問題 基本上已經算是一個 滿嚴重的病毒 這算嚴重 這算嚴重的 皮膚癢有危機 進去體內拉緊報 肌膚問題釀大禍 精采內容千萬別錯過 有時候覺得吃這個也癢 吃那個也癢 有時候煮多量的阿滴觀念 可是不只是我 其實真的滿多人會覺得 不明緣意的皮膚癢 有大約七成 這是有調查的 對 但是其中有六成的人 可能說養得不厲害不管它 就讓它養對不對 沒關係 另外有三成的 想辦法自己止養 抓一抓 製作藥 也就過了 對啊 只有一成左右的人 會去找醫師 找原因 還有一種癢 但是皮繃緊一點 可能就會好了 就被老婆罵的時候 你皮癢啊 皮癢 那種就 買名牌包就止癢了 這醫療法不太鼓勵 有點貴喔 對 但是癢呢 其實說回來了 其實不見得只有皮膚的問題 是不是 今天我們幫大家稍微 整理了一下下 有一些症狀 大家不得不重視的 好 我們先來看 好 症狀的意義就是 皮膚會搔癢 而且手掌是有紅斑 另外症狀的是 好容易累喔 食慾不佳 而且水腫 奇怪了 我們癢就癢 怎麼還會衍生出 淚 水腫 食慾不振 對 整理 有沒有哪一個症狀 你曾經有一種 沒有 皮膚搔癢 這一聽就知道 應該是免疫系統出了問題 對啊 因為通常我們都是 像什麼… 類似循麻疹 循麻疹 對 你去看醫生 他就跟你講說 你可能免疫系統 不然你是最近睡不太好 或是幹嘛 所以才會開始發癢 曾經循麻疹過嗎 有… 有 很痛苦 對 其實那很麻煩 而且我也有所謂的 就是你開刀以後 它會腫起來這樣子 對… 所以其實我都覺得 那應該都是跟所謂的 就是新陳代謝 新陳代謝 對 免疫力 這是合理的推斷 對 對不對 施絨呢 這我絕對很有經驗 但是我不是手掌有紅斑 我是在比較尷尬的地方 有紅斑 尷尬 就是胸部這個位置 就是這裡 對 而且是在我很累 密集飛行 就是內地 大概都沒睡覺 然後一個禮拜七天都在工作 都在飛行的時候 我那個禮拜突然之間 這邊就冒出 兩塊 三塊的紅斑 為什麼 因為我不知道 雙方工作 錢放在這裡 太多 自己太長 錢不放銀行 然後塞在修道裡 對 因為要帶回來 然後我那個時候很惶恐 但是我沒有看醫生 然後因為就難以啟齒 也就是那幾層裡面的 自己過了就算了 沒有 這應該聽起來 也像是免疫系統出的問題 因為它就是兩邊都不一樣 真的太累了 甄莉姐 我那時候因為很惶恐 然後又不敢去看醫生 所以我是怎麼樣 我上網查 我上網去Google 天方 不是 我上網查胸部有紅斑 上網有時候會嚇人 真的嗎 真的 因為譬如說像上廁所的時候 突然流血 你一定馬上上網Google對不對 大便出血 然後他忙起講直腸癌 他就講痔瘡 有的時候搞不好是痔瘡破掉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有的時候上網 他有點會嚇人 可是我 妳那時候被嚇到了什麼 我那時候查大概有10個詞條 裡面有8個詞條都在說 是肝出問題 因為我這地方太明顯了 就是胸部有紅斑 就是你打胸部有紅斑 不是其他地方有紅斑 為什麼不是胸部有問題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查到的詞條就是說 真的嗎 對 我沒有去看醫生 我不知道 但是妳的紅是發布在 這個胸腸這個地方對不對 就是靠近中間這裡 中間這一帶 對 但是現在如果是手掌有紅斑 對不對 你看我們症狀醫 那就很難講是哪裡囉 對 也是 是不是 對 好 來 佩傑 手掌有紅斑我也比較少遇到 很少遇到 對 但是我有也是拍戲太累 然後睡覺睡不夠的時候 有免疫系統下降 我覺得是看皮膚科醫生 都會說免疫系統下降 然後我是脖子這邊就是褻麻疹 而且是那種就是抓了它就會擴散的 就越來越大塊的 它會跑啊 褻麻疹 對 然後超不舒服 然後我覺得特別累的時候 也會特別容易就是水腫 這些是連帶會來的 比如說你過敏了 然後你就體內毒素排不出去 所以我覺得排毒就是乾 我也覺得是乾出味 也認為是乾就對了 才會排不了水排不了水 大家都認為是乾 會不會是乾呢 好 來看看 小心你的癢是 肝臟出了問題 真的是肝 甄莉傻了 以為只是免疫系統而已 其實可能更嚴重 有這麼嚴重嗎 對不對 王醫師 其實給大家 利用自己給大家一個概念 我們的皮膚癢 好像看起來很簡單 皮膚是我們人體 最大的一個器官 我們一般人的皮膚只有三層 表皮 真皮 皮下組織 那一般人的皮膚 當然你拿下來 可能差不多2公斤到4公斤 那差別在你的皮下脂肪多不多 那癢這個東西 其實醫界對癢 其實到最近才比較了解 癢這個東西 因為我們皮膚的皮膚瘦氣 是在表皮跟真皮之間 它有 那時候癢這個感覺很奇怪 找不到它那個接受器 那基本上後來才發現說 原來這個癢是透過一種 神經纖維的傳導 因為我們接受器之後 你有痛的感覺 你有熱的感覺 會透過那個神經傳導 那這個癢的感覺 是透過一個 吸纖維的傳導 可是這個吸纖維傳導 它很特殊 它的距離很散 我們常常說 我們去做那種痛絕的實驗之後 你會發現兩個痛絕之間 它的距離很短 皮膚怨嫩的地方 痛的感覺就是很明顯 可是癢我們都知道 你用力抓 不會有癢的感覺 你要輕輕的去觸它 而且你的動作還不能太快 這樣才會引發你的感覺 所以當那個吸纖維受到刺激的時候 你才會產生那個癢的感覺 所以一般我們要引發的癢 像剛才甄莉講說 其實我們身體說你可能一些過敏的癢 它是某個區塊 可是今天我們的第一個題目告訴你 你食慾不振 你容易疲倦 你又水腫 你手上有起了紅斑 比如說你這個皮膚這個癢 不是除了皮膚的問題 你要合併其他問題的話 你去看皮膚科醫生 可能把你止癢之後 你其他問題還是沒有解決 但你癢得不癢 還在反應再出現的話 你就要考慮到 可能不是只有肝臟 不是只有皮膚 你要考慮到肝臟的問題 它手掌如果會有紅斑出來 它那個紅斑是 一點一點的還是整塊的 一塊一塊的 來 我們給大家看個圖片 它的紅斑會在我們的手這邊 來 我們大拇指這個地方 會這樣子喔 怎麼是長這樣 它的手指頭也會 對 它是消不掉的 它是消不掉的 而且基本上這個有個專有名詞 叫做肝掌 肝掌 對 基本上就像那種肝斑一樣 就是你會以為它的顏色 就跟那種豬肝紅的顏色很像 它比較明顯的地方 是應該在這個地方 我們大拇指這個地方 它有這個肌肉叫做 魚肌肌 肌腿啦 小肌腿 對 小肌腿的地方 基本上在魚肌肌 跟旁邊這個小魚肌的地方 會比較明顯 像那圖片這個的話 基本上它在這個地方 在對面這個地方 基本上都有 其實這個算比較典型 這會癢嗎 這個不太會癢 就是像紅紅的 就是紅紅紅的 它是慢慢越來越紅 還是一出現就這麼紅 基本上其實如果說 是因為肝功能不好 我們常常說肝功能不好 到有肝硬化的地步的時候 基本上它的女性荷酪會代謝異常 那基本上它會造成 全身的某些血管會擴張 這個的話在這個手掌的部分 它一發就會這樣發起來 所以是胸部 胸部那個地方基本上 它那個枕子是在區塊的地方 我們常說 當我們身體某些地方出現狀況 你這個手掌的紅掌的話 它兩邊會對稱 其實濕容的部分 對 它兩邊 我也對稱 你也對稱 左右乳 對 而且長在這邊的 其實濕容的部分 其實跟肝臟的關係 比較不是那麼大 它可能這個地方 基本上比較悶濕的 真的是鈔票 真的是鈔票的關係 是不是就悶到了 沒有 我是跟妳講說 千萬不要學人家把錢塞在那裡 對啊 錢太髒了 對 接觸型的過敏 當然我們常說很多女性 因為胸部比較大 夏天比較熱的話 它有些什麼對膜疹會出現 在比較那種接觸的地方 或是下面的地方 會有些對膜疹出現 基本上就是它屬於那種 比較悶熱 因為濕容有時候工作 你要穿低胸對不對 然後有時候你要擠牙或什麼 沒錯 熱 摩擦 有時候就會容易出生過敏 對 等等跟大家提一下 肝臟是我們身體 一個很大的內臟器官 肝臟是最大 一般來說 大概差不多1.2公斤到1.5公斤 它本身有四個功能 消化 代謝 解毒 合成 起碼 當你這四個狀況 出問題的時候 尤其是肝臟 我們本身要分泌那個膽汁 當你的肝臟的膽汁裡面 沒辦法排泄出去的話 它會造成那個膽色素 在我們身體裡面吸收 吸收之後會造成那個膽色素 會分不斷皮膚刺激你的皮膚 會刺激到那個膝纖維 就會造成你癢 所以基本上其實 如果只是皮膚的問題的話 基本上跟肝臟的關係 不是那麼大 但是如果說你真的肝本身有問題 慢性的肝發炎 或是開始肝硬化之後 你本身那個膽色素排不掉的話 那這些膽色素 會基成在你的皮膚的話 就會造成我們肝的皮膚會癢 可是這樣會合併其他什麼症狀 如果再嚴重一點的話 會造成什麼 我們常說其實肝臟不好的人 你最常會看到的話 他眼白出現患黃的現象 這個基本上表示這個情況 你看他的皮膚他都會患黃 他皮膚基本上很容易會搔癢 表示肝的問題 基本上已經算是一個 滿嚴重的地步 所以我們如果自我簡單的判斷 就是眼白變黃 皮膚容易乾牙 那大概可能就是肝問題 基本上其實這已經算是比較嚴重的 這算嚴重 這算嚴重的 我們說實在的其實 所以輕微的可能還無法察覺 輕微的可能還無法察覺 沒辦法 對 所以會察覺的都是嚴重了 是的 其實這癢只是一個小小的病症 如果你真的要去處理的話 很簡單 找基層驗所或是檢驗所 驗一下肝功能 我們在這邊跟大家講 肝功能有十項檢查 肝功能記得提醒做十項檢查 就包含我們這些排毒 合成 代謝這邊都可以驗得出來 然後再做個腹部超音波 看你的肝臟的結構 醫師 我想問 那有人起床之後 嘴巴裡面就是有異味 口臭 或者是口苦 口肝 或是刷牙 牙齦出血 這樣也是表示肝不好嗎 這個應該就屬於中醫的範圍 果會多 對 因為其實在牙齦出血方面 是屬於中醫說的一個 但你會發現每次來中醫診所 門診都說你肝不好 事實上中醫的肝 根系的肝是略有出入的 除了那個很大的肝之外 我們還包括就是一個內分泌 還有就是神經系統 當然你用很簡單的想法 就是一個肝膽腸胃 就消化到 你任何的消化效素都是肝的問題 所以你剛才說的一個 牙齦的出血 那是胃火大 沒有錯 可是你剛才說的口苦 口臭 口臭 因為很多人說 就是肝胃大就會口臭 對 因為有些人他是口臭 加上口苦 那真的是他的一個肝火胃 或是比較大 比方像根尼齒的媽媽 可是有些人他是怎樣 口臭 再加上 他口中會有燙燙熱熱的熱絕 但是媽媽的一個根尼齒 之後再加上他的一個調理不順 自律神經失調 有些人就變成說他的口臭 再加上他口中泛酸 那是主於消化到的 胃食道逆流的一個酸腐味 我們要先辨別一下那個味道 對 你自己辨別就好了 不用我們來辨別 因為我們自己聞 有時候聞不太清楚 對不對 而且有時候 累的時候特別容易 嘴巴有味道 對 只要是比方熬夜之後 整個我們說腹膠感 神經態活躍的時候 整個 而且包括35歲以上 我們的細胞變得開始萎縮 事實上口中的異味會越來越多 35歲就萎縮了 開始就會慢慢萎縮了 就會了 中醫的角度我們這個 如果是乾出問題 皮膚癢對不對 中醫它是什麼原因 以及它那個是可以從皮膚 什麼部位的癢反映出肝 中醫其實肝就是很囉嗦 就很選分什麼癢什麼癢 不是只有類固醇和抗組織癢這樣 就會發現說原來是有人 是因為肝癒氣悶 比方說像我們都愛煩躁 愛暴躁 易怒 愛生氣的 壓力大的人他工作很煩亂的 他就容易癢在哪裡 比方說你的頭部和頸部 頭皮裡面很癢 還有頭皮裡面的頭髮很癢 脖子後面 第二種是比方說他又很喜歡熬夜 又很...就可能亂吃東西 和三餐不定食的話 他這種癢是他會在全身 而且他會在脫血 很像這個就開始 就開始雪花片片的 而且他會有一些頭暈耳鳴 開始有一些眩暈症 或是像耳鳴 聽不到的時候會有一個乾不潤癢 第三就是他的東西開始塞住了 他的血液開始比較慢 像我們不喜歡運動的人 又生活作息不正常的人的話 他會開始有秋枕起來 你的癢裡面又有一顆一顆小栗 所以他第一開始出來 可是他不會勞燈 到最後一個是比方說 他的濕熱比較厲害 比方像清明節前後 到中秋節台灣是比較濕熱的話 他會開始流湯 流濃又很癢 所以這分為四個陣型 給大家做參考的 如果真的忽略這個癢帶來的訊息 可能會有什麼健康危機呢 之前就是有一個 50多歲的女生 她就是開始 本來身體健康 狀況都還不錯 可是她有一陣子 超幾個月都覺得自己很疲累 然後身體就是莫名的搔癢 可是她找不出原因 她就是整個人覺得很累 然後身體覺得就是老是癢 去給皮膚科看 開一些東西 好像也是 因為她說不出來 她也沒有疹子 你又怎樣 她就是癢 說不出來說 你可能是冬季癢 就找了一些什麼保濕的 什麼凡事零豆茶都沒有用 後來想說那乾脆去看醫生 醫生第一件事 當然就抽血檢查一下 結果一檢查發現 妙了 當然她一看說 你的肝功能有異常 她說我肝功能異常 結果奇怪 她也沒有B肝 她也沒有C肝 但她肝功能異常 而且持續的 好像都沒有好轉的跡象 後來想說看超音波 也覺得好像肝臟沒有什麼 太奇怪 後來才發現就是 王醫師剛才講了一個病 叫做原發性的膽管性的這個 他們叫做什麼 原發性膽管性的一個肝硬化 就是她只是在比較早期 所以她甚至都還沒有黃膽 可是她的症狀 就是皮膚癢 跟她覺得有一點累 後來因為幸好她警覺性很高 所以她去看 她實在很初期 檢查就發現 她就是這一種奇怪的餅 不過王醫師如果說到肝 其實這華人買養肝 什麼健康刺激 我那個花的錢真大 但是其實醫師都會鼓勵大家 不要亂吃這些東西 所以如果回歸到飲食面 我們要怎麼注重肝 應該說每個病人問醫生說 如何養肝 我們都告訴你 第一個生活作息要正常 多吃自然的蔬菜水果 少吃香腸蠟肉 醃漬燒烤的東西 不要服用來入負面的聲音 醃漬燒烤不是影響到胃跟腸嗎 都會 都會影響 因為剛剛有提到說 肝臟要解毒要代謝 那些很多外來的東西 都要經過肝臟去代謝去解毒 你不要加重肝臟的負擔 再過來 不要吃來路不明的藥物 其實養肝丸這個東西 我們西醫有養肝丸 基本上只針對某些肝功能不好 但它的效果其實不是那麼大 因為它的成分是一種草藥 它的學名叫做飛水劑 基本上其實它的效果 基本上其實有點帶安慰的作用 跟說醫生有聽到病人你肝不好 我有開藥給你吃 讓你覺得醫生有照顧到你 那你回去多休息 你的問題就會比較好解決 那這塊鼻肝跟西肝代言者 其實我在這邊稍微補充一下 台灣的鼻肝跟西肝代言者很多 很多鼻肝代言者都覺得說 他也有去定期檢查 他也覺得說一踏踏都也還好 可是他們接種說 如果說你開始有一些 癢的症狀的話 你可能隔一陣子 超過一年 超過兩年沒有去檢查 不然你開始有癢的時候 你要單一是你本身 甚至是西型肝炎本身 它在癢這部分的話 反而是造成你個西型肝炎這個病毒 有活躍的情形產生 西型 西肝特別 西型肝炎 這邊特別提醒大家 如果你是B肝或西肝代言者的人 記得每隔半年 做一次B肝的追蹤檢查 要抽血驗 肝功能 GOT CPT跟那個甲型胎兒蛋白 就是所謂的肝癌指數 你要做腹部超音波 定期做追蹤的話 基本上可以把這個病毒 基本上可以能夠好好監控 你符合所謂國健署的 那種B肝的治療的話 好好配合做這個治療的話 可以把B型肝炎處理得很好 那西型肝炎現在有一些藥物 國健署正在跟廠商做一些 想說能夠讓引進台灣 能夠比較好的價錢 能夠照顧好台灣有帶有 50多萬的西肝代言者 然後大家就好好配合就好 不過這個真的要重視 因為西肝好像我們現在 每年台灣大概就有1萬人出現 對 沒錯 每年會薪水1萬人 幾年前那時候我還想說 全台灣西肝30萬人 現在一看最近數據 已經45萬左右 一載增加 西肝它本身沒有抗體可以施打 沒有疫苗可以施打 基本上它不像B型肝炎 病肝炎我們經過這10幾20年的 我們的疫苗施打率 基本上我們已經降很多了 可是我可以發炎嗎 因為我每年都做健康檢查 我就是有打那個B肝疫苗 然後我去年重新就是 檢查B肝疫苗的時候就發現 你沒有抗體了 沒有了 對 我沒有了 它是有期限的對不對 對 應該說啦 抗體一定有期限 如果像四龍這樣子 如果抗體已經消失了 麻煩你可能就再補打一個 有 然後我去年就是因為沒有 我就補打 補打它之後它不是有一個期限 就是三個月再去驗一次 然後我驗一次還是沒有 基本上我們都會建議 這樣的病人你可能現在的這個 沒救了 不是 這代的疫苗 可能在你身上產生 抗體的那個濃度不是那麼高 它以為讓你不用再施打 不用再打了 不用再打 因為你再打還是打不出來 目前的研究是說 那個抗體的濃度 雖然沒有超過10 它有個標準 但是你不用擔心 萬一你真的不幸 遇到B型肝疫的病毒的話 你直接地獄石的這些抗體 它就經由免疫細胞的複製 應該也對你有某種程度的保護 所以不用太擔心 不用再打 不用再打 也不用太擔心 知道 或是尋求中醫 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顧肝 還是說我真的很癢的時候 怎麼樣來做一些止癢 我介紹大家的兩個穴道 我覺得還不錯的 剛才斯隆一直說 這邊有胸口的熱 你要知道說 每次林志玲被益週刊拍到 他只要喝了酒後 一般講他這個胸口就會發紅 對不對 就變成一個胃蜂巢 我們在場期有一個人 肅親也是這樣 就一怎樣就胸口發紅 好像變成流行性 可是它也是一種熱疹出來 第一個穴道就是我要站起來 第一個就是張門穴 就是我們的手肘 這個手肘 我們就把它力震站好之後 手的側面 他剛才說這裡是肝 肝臟是在胸斜部 是在側邊 這地方的肋骨 我們把手這樣力震站好之後 你會發現手肘內側 剛好貼住側面的地方的高度 然後這地方是11伏勒 這地方軟軟的按下去 就是我們的張門穴 你可以刺激張門穴讓它去保肝 你會發現說這個 你講了半天很龍頭聽不懂 好 你躺著 你會發現 我的肚子有凹陷的那個地方 那地方就是我們肚子會躺著 兩邊 它有點嚴重肋骨下緣 肋骨在軟肋 我們吃的豬肋排的軟肋地方 對 兩邊 叫張門穴 張門穴去刺激它按摩的話 會讓刺激它的乾膽筋 膽汁的疏寫會比較好 讓膽汁的排放會比較順暢 因為會有些膽汁的 比方說膽結實 或是消化不良的問題 第二個 奇門穴更簡單 女生都有穿胸罩 有鋼圈對不對 我們在肋骨的第六幅肋 就是第六肋的地方 在肋圈下這地方 剛好第六肋 正好在正中央旁開四寸的 乳頭直下肋圈處這地方 就是我們的奇門穴了 那男生咧 肋骨 第六肋嗎 第六肋 我今天剛好沒穿 乳房下面的 在乳房是第四肋 剛好沿著乳房下緣的 對 下緣這第六肋 這個 那如果說你真的覺得 我都按不到地方 沒關係 你把這兩個地方連成條線 就用鼓按摩的方法 就像這樣子按摩它 按摩它的話 你就可以達到 對 達到乾淨的疏放 你剛才說的一個這個地方 它根本不是乾 我們把它從這邊的熱 排到乾就可以了 了解 是的 但是這裡按得比腰部 腰部這邊痛 其實都很痠 因為其實這地方 只要有穴位的地方 都很痠 它就是神經的 粗藏 對 是的 好 來 這個我們就給大家 來自我保健跟保養 來 緊接著 我們看一下下一個 好 要小心你的癢症狀 包括了局部的搔癢 另外就是這個月經異常 手腳又容易麻還有痛 這個就融入到月經的時候 你的不舒適了 對不對 然後局部的搔癢 就像剛剛盛容說的 祈哥 我這裡局部 人家說局部 在局部的地方可能不一定 好 來 我覺得看到那個月經異常 應該就復刻 復刻 對不對 對 因為女生最容易 子宮不對 對 因為像我那時候 還沒有 我的MC也是很不準 有的時候一來 也是來個十幾天 所以我覺得 像這樣局部搔癢 譬如說可能你就是也是 睡不好 或者是熬夜 或是幹嘛 其實都會影響到 應該就是女生的 對 然後局部也就搔癢起來了 對 女生的復刻 好 來 斯蓉 我覺得題目怪怪的 怪怪的 這一定有問題 妳把它當成大學聯考 對 這題目有問題 因為月經異常一定是復刻 復刻 但是手腳麻應該是心臟 手腳麻心臟 跟血液循環有 所以這應該是分開來的 然後呢 高材生 所以就是兩個問題 給妳一個提示 局部搔癢跟那個女性的 外孕部有關 女 衛生部 那就衛生習慣了 因為還是復刻 是不是有可能 因為會想到復刻去對不對 對 還是復刻 對啊 所以我覺得題目怪怪的 對 講話是誤導嗎 其實誤導嘛 不是誤導 是誤導 來 佩傑 我覺得是腦袋有問題 腦袋 真的 其實不要懷疑 因為常常我們沒事覺得 哪裡癢 哪裡癢 都覺得好像就是 是身體出問題或是怎樣 但我覺得大多數 有時候你真的是 你的腦袋想太多了 其實它根本沒怎麼樣 那你一抓 抓 抓紅了 大家就癢了 心理作祟 對 只是流汗 我這邊先跟妳講 佩傑這個觀念 基本上不是錯誤 我們做過研究當中 有可能有30%的人 他是屬於叫心陰性 或心理性的遭痒 是不是 他真的是因為 他沒有什麼樣子 他就癢 而且甚至有時候 到了夏天 那個雷正宇要下不下 身體很悶對不對 看到這邊好像身體怪怪的 就這樣子 響著響著 他就開始癢 越抓就越癢 就從這邊噔噔噔噔噔 靠念力就對了 真的 他是有些是這樣子 這算是一種特異病的 癢 癢 所以腦袋有問題 腦袋有問題 而且月經異常 其實有時候也是 你在那邊焦慮什麼 然後他就異常了 所以也是腦袋有問題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這個邏輯 不錯 來… 好 心理疾病 還是任何 來 還副科 看一下 或者是我們這個答案 其實是 胰臟出了問題 這個差很遠 差太遠了 胰臟大家好像不太了解 為什麼是中庸出問題呢 胰臟在哪裡 胰臟在我們的後腹腰 就在這個你 大概中醫會講說 我們這個心 大概差不多心窩這個地方 最裡面這個地方 它在後腹臂 在後腹臂 基本上它大概只有差不多這麼大 所以有人叫做這樣 憂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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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腰尺 就腰裡面的一個像一個尺 當然豬比較大 所以要比較大 人的話大概就這麼大 這邊其實是高大一個問題說 當這些狀況的話 是你出現你可能 血糖的代謝會異常 我特別強調說 因為其實胰臟出問題 大概一般比較常見知道 就是所謂的血糖代謝異常 就是我們出的糖尿病 目前台灣來說 其實糖尿病要到我們所謂的 多吃 多喝 多尿 體重減輕的情況 已經很少見了 一般有可能說局部的燒養 這局部燒養有幾個地方 像女生有可能因為複刻的問題 很容易造成燒養 可能你本身胰臟出狀況 你的血糖過高 男生有可能說陰囊部分或胯下 有容易癢 表示說這就是你血糖過高 你的皮膚造成 我們剛才有提到說 比較敏感或膝纖維的話 受到刺激 這樣的話合併這個症狀發生後 你可能 你不是只治療你的皮膚 不是只看你的婦科 你不是只把這個癢做處理 你會想說你合併其他症狀的話 如果去找醫生來 一起共同處理這個問題 但我請問 如果胰臟他的問題嚴重程度 會不會癢的地方會不一樣 我為什麼這樣問呢 蔣雅琪的老公 她老公有一天她就睡覺到一半 這個地方癢 然後齊癢難耐的 癢到受不了 想說只是一個皮膚 結果這一跑去醫院 就回不來了 胰臟癌第四期 真的假的 對 後來走了 我知道 所以我就說 你胰臟你說特別在胯下對不對 可是他胰臟癌 結果他癢在腹部 這也是虛部嗎 我這邊跟大家講 我們胰臟它這個器官很特殊 它胰臟有所謂的外分泌系統 分泌移液 移液就是來消化我們那些 蛋白質跟脂肪 另外它有個內分泌的系統 就是包括我們的胰島素 其實胰臟如果得癌症 大概百分之八九十 都是屬於那種胰臟是屬於腺癌 它基本上是屬於外分泌的系統 基本上內分泌的癌症的話 我們最常見的就是賈伯斯 它屬於內分泌的癌症 所以基本上胰臟癌這個癌症 我們常說在我們醫學的領域當中 有兩個癌症很難發現 第一個就是所謂的胰臟癌 第二個就是 不過像因為女人的卵巢癌 大家我們比較有去提醒到 去做檢查 不要容易發現 可是胰臟癌一發現的話 你要出現症狀說 除了你是在胰臟頭的部分 造成所謂的阻塞的部分 造成一些黃痰其他問題的話 這樣才會去發現 否則等到你發現說 真的要去想到那個部分 其實都要滿後面的 對 因為那個超音波不太容易找到 對 因為它在後腹病 你每次去做超音波 他會醫生告訴你 你可能腸氣夠多 腸氣太多的話 你胰臟看得就不明顯 這塊他一剛開始的時候 其實胰臟真的不到 他胰臟頭長癌症的話 可能只有1公分 0.5公分 其實你做電腦斷層 還不一定能夠切到那個地方 所以我們說 那是我們在醫學上面的檢查 一個叫做 這真的是死角 等到你出現這麼多 腹痛很嚴重 甚至出現黃痰 因為胰臟如果頭太大的話 壓迫到那個可以十二指腸 壓迫到腫痰的話 你會出現黃痰的症 等到那個出現 什麼食欲不正 體重減輕的話 那大概已經都接近到 大概到第三期 第四期 好可怕 為什麼手腳還會馬躍進一場 基本上說 如果說當你血糖過刀 糖尿病持續很久之後 它會造成周邊神經病變 所以說我們一直在節目 告訴大家 糖尿病要控制的原因是因為 當糖尿病久了之後 它會調整心臟 血管 眼睛 腎臟 神經的問題 當那個神經出問題 它是周邊神經 它對那種陣痛的感覺 會比較遲緩 會產生一些 酸麻癢的情形會發生 當然這是屬於糖尿病久了之後 所造成周邊神經的問題 所以這個手腳的麻痛 不是月經來的時候同步出現的 不是 當然不是 這邊特別提到月經一場 其實這邊給大家一個 一個目前我們在臨床上面 常看到的疾病 叫多囊性暖潮 這個女生有很多 因為多囊性暖潮的問題 造成月經沒來 造成肥胖 這個問題在目前 我們臨床上面常會看到 而這樣的人他本身 他的胰島素也會產生異常 他也會產生血糖升高 所以希望說 我們這邊給大家一個觀念說 不要以為你月經沒來 你可能就覺得只是復科 可能復科做完檢查 看錯你本身是不是有 胰島素主抗的問題 甚至很多多囊性暖潮的女生 初期要吃什麼 吃一個叫克魯化的一個藥 當你把你的肥胖控制好 把你的體重控制好 把你的血糖控制好 你本身的月經 也會慢慢的規則 可是像我想問 你看我這邊有一個疤 對 他已經兩年了 是 都沒有消 都沒有消 就是這樣 一直這樣 你知道有的時候 他結痂了以後 對 他會改變 沒有 他就這樣子 然後有時候結痂 你到底手就是很 很真 就把他摳破 摳破後他就變這樣子 然後他就一直不停的 反覆就是這樣子 都沒有好 可是這也誇張 兩年 真的 妳說巴 照理來講那結痂 你摳掉 摳掉 因為兩年時間很久 就是應該也要像這樣 應該範圍會縮小的 你看我的意思說應該也要像這樣 對... 可是他就沒有 他就一直這樣子 這很明顯 這感覺好像才沒多久 所以我剛剛受傷 對 可是沒有 他真的很久了 所以我很想要問 你怕跟胰臟有關 對 好害怕 就是好像傷口一直沒好是不是 這邊你沒有合併其他症狀 應該跟胰臟有關 如果你真的擔心的話 給皮膚科醫生 先做一些檢查 或是做一些治療 如果真的不行 就是很簡單 去做皮膚切片 那會不會有可能是糖尿病 因為糖尿病有時候 傷口它好得比較慢 它是傷口好得比較慢 並不代表它那個結痂 懂嗎 不會掉 而且現在糖尿病的檢查 其實很簡單 你做個飯前血糖 或飯後血糖 其實一測就很簡單 那中醫是怎麼樣來看胰臟 平常比較少說到胰臟是不是 對 因為中醫來說 胰臟是一個器官 像鐮刀狀 很小就這樣子 一個鐮刀狀是沒錯 可是我們中醫來說 把胰臟把它當作一個皮尾 皮 就是一個消化運作系統 比方說你的遺憶 膽汁 消化機能都是以為皮 皮不好的話 就會產生這個問題 比方說你就是過時肥肝 就是你愛吃麻辣鍋 你愛吃一個油膩的 你愛吃一些燥熱的東西 那不是跟膽比較有關嗎 膽質 胰臟是一個蛋白質 胰臟也是一樣的 蛋白質的一個消化機能 對 膽質是一個脂肪的 一個消化對不對 這包括就是說 比方你的生活作息很不減臉 過度綜癒 過度狂歡 熬夜這些東西 綜癒跟胰臟也有關 就是你比方說你熬夜 誇張 狂歡 也不要那麼狂歡 菁哥 你擔心了 沒有 還好 你還有這個能力 好 好 妳跟雅蘭爛一下 對 你就是 你就很喜歡吃一些 高糖 高油 高鹽 再加上你的生活作息 又極度不減點 可是你明明知道這樣之後 你又還是極度的去做 這個事情的放大化 所以其實我們在一個消化症 就是糖尿病或是胰島素 在中藝已經叫 就地王病 就是地王都是這種生活方式 就是產生一個消化 地王病 對 消化症就是一個 比方說你會多尿 多吃 多可 之後產生了你的發病了 就是變成一個就是三消 就是消化症 我們講的是糖尿病這方面的 而並不是真是胰臟的病 然後我們也有一個這個板子 上面讓大家看一下 它有一些症型 對不對 不一樣的 是 那個癢的話又不一樣了 第一個是 你裡面已經開始已經燥熱 你已經虛了 你已經開始熬夜 重慾過度 你又不理它 熱已經出來了 你又不把它涼起來 虛了 你又不把它補起來的話 你半夜睡不著是半夜熱癢 就是第一種人 對 那第二種人是 你的循環不好 是集中在什麼地方呢 就開始有麻了 你末梢和皮膚是麻又癢 可是你外表是平整 我看不出你在抓 就病人來的時候 我們說你皮膚很好 他說哪有 你知道我抓到 我很癢 可是你看不出來 這個地方表題是完整的 那第三種是 它血脂肪很高 因為它的一個膽固度很高 它吃高油 高糖 高鹽 它在脖子後面黑一片 所以在吸來的時候 就會發現說 你是不是要去做一些 膽固醇汗 血糖的篩檢了 這種的皮膚它很黑 又開始會抓汗癢 也開始秋枕出來了 這三種型的 好 但是因為說實在 妳說胰臟跟搔癢 我們真的連結 連結度真的很低 所以蘇星有沒有那種 我們忽略這種搔癢 然後就有一些的案例 之前有一個女生 她就是 從小就體型有點肥胖 然後可是她也覺得胖胖很可愛 所以也不以為意 可是她一直有一個問題 就是她很奇怪 她就是 從大概出社會開始 她就滿容易會有那種 陰部的感染 然後她老實覺得很奇怪 醫生就跟她說 都一直跟她說 我跟你講妳內褲 一定要比如說長更換 或者是妳一定要曬到肝 不要硬乾 她說我什麼事都做了 然後甚至也都是 甚至一個月就買一批新的 但是她發現說奇怪 她還是反覆在感染 因為她感染之後 她有時候連就是連 不只是陰道的感染 有時候連外陰部的皮膚 她也會覺得很癢 而且她漸漸就發現 她像她 什麼人家不容易得什麼香港腳 或什麼那種 那個年紀女生不會 她幾乎都有 然後像她香港腳一重就很嚴重 是整個腳底下都弄一個洞… 整個就看起來像中乳石洞 當然有蜂巢石 這樣一個洞 她怎麼會這麼嚴重呢 就整個都被腐蝕 然後那個癢一長就一整片 可是她那時候一直想 可能是因為肥胖 胖子就容易長這個癢 因為潮濕 所以她也沒 就是反正又去藥局 就拿什麼XXX 然後再晚一點點到過幾年之後 她就發現她月經開始 就很奇怪了 反正就是愛來不來那種 然後一次來很多 可是她也不管她 後來是因為有一次怎樣 有一個醫生 她又去看病 然後醫生就跟她說 我覺得妳要去量一下血糖 因為她可能後來就是發現 她脖子後面這一塊 黑色疾病 對 她就問了她這些問題 因為老師都治不好 就跟她說妳要去做一下檢查 量一下血糖 然後結果一量 她其實糖尿病已經很嚴重了 只是她自己都沒有感覺 然後她說其實妳的原因就是 她不但有糖尿病 她也有那種剛才講的 多囊性卵巢 然後她這麼持續的肥胖 所以她這個情況之下 使得她皮膚那些 所以一直感染都不會好 結果她慢慢開始控制血糖之後 老實說 然後適度減重 其實它很明顯的 那些皮膚症狀就好很多 既然胰臟平常可能很難注意到 它是不是到底出了什麼樣的問題 那我們平常的保健就要加強了 該怎麼保健 胰臟也算是個沉默的器官 你唯一能做的就是 生活作息正常 多吃自然的蔬菜水果 有幾個重點 少喝酒 化腸 這個是比較重要的 對 我們常說在我們臨床 很多喝酒會引起 急性胰臟發炎 你本身如果有胆疾病的話 也要做定期追蹤 因為這兩個問題會引起 急性的胰臟發炎 我們在臨床常看到很多 三酸甘油脂超過500的病人 就很擔心他 如果不好好控制 這個三酸甘油脂的話 他如果胰臟發炎的話 也會造成胰臟的壞死 那其實後面問題 那個時候會怎麼樣 胰臟發炎會很痛嗎 他沒有 他第一型他會痛 而且致死率其實不低 對 我們常說 急性胰臟炎 如果你沒有急性處理的話 造成壞死性胰臟的話 它容易高達4成以上 急性胰臟炎一開始 它會有什麼症狀 哪裡痛 肚子會很痛 所以會不知道說是胰臟 還是什麼器官 對 它以為是急性腹痛 你可能如果一開始 沒有特別去強調說 我們常說急診室的醫生 有時候看病 要先把嚴重的問題 能夠先拆 先測一個澱粉酶 就澱粉酶一測 發覺超過很高 那就考慮是胰臟發炎 然後趕快去做電腦斷粉 對 抽血做檢查 但是如果是急性胰臟炎的話 它處理方式其實滿簡單的 好好住院 好好休息 好好打點滴 然後那些酒類都不要碰 可能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你的胰臟指數就慢慢下來 就拉回健康狀態 對 沒錯 但是下次如果再喝咧 又痛了 又可能又痛了 所以這種體質 如果你一發生過 你就不要再去碰酒了 對 沒錯 對不對 好 那中醫 我們可以怎麼做保護胰臟 對 我們把膠點鎖定 再把它縮小到一個是因為消渴 或是糖尿病 中醫覺得糖尿病 或是消渴症 皮胃不好皮濕 引發的一個皮膚癢的話 就是糖尿病方面 我們剛才所謂的一個內熱血虛是 你已經快要 不管是第一型 第二型糖尿病 你已經發病也好 胃發病也好 你的一個食物的調理的話 我們會建議是以一個 核手物和芝麻為主 是你開始要讓它安定內熱了 安定了 所以核手物本身的滋陰效果是不錯的 第二個是你的循環已經很差了 你皮膚開始搔癢是大面積 不是像這令到一小個 是大面積 皮膚癢到睡不著 而且你已經開始有麻刺的感覺 不要忘記 糖尿病是21世紀的隱性殺手 它是全身攻擊 從眼睛到末梢到心臟血管 都會硬化的 這時候我們就加強控管 就像桑腎黑豆是更厲害一點 因為桑腎除了強壯之外 還可以補腎 對不對 還安定血糖 還有黑豆 黑豆本身的黑豆外面的皮 比黃豆厲害是它的花青素 可以加直化素的功能 第三是你已經又愛吃 又油膩 又肥 又老 已經年紀又大了 你已經脖子後面已經黑起來了 當然還包括 就是有很多青春少女 月經沒來多膽性卵巢也會的話 我們用第三種方法 比方像一個像很簡單 就是像烏龍茶 普爾茶 或像週一佛雪的川崎 效果都是很簡單又好的 去讓它你的心血管 還有血液賣它惹 不要讓你黏制度很高的話 會是比較好的做法 聽起來這個方法都還滿簡單的 對 容易落實 對 來 接下來我們還有另外一個狀況 另外一個癢的狀況是 皮膚覺得乾燥 搔癢 而且平尿 小腿浮腫 剛剛前面兩個有跟乾 有跟胰臟 對 這一個到底黏結度是在哪裡呢 來 佩姐 我覺得這個會讓我想到 我前陣子去美國的時候 因為那邊的氣候很乾 然後我第一個想法是乾的地方 應該比較不容易水腫 然後我就... 可是我到那邊我就一直在喝水 然後水腫都沒有消 然後一直去上廁所 就是貧尿 然後小腿也腫 全身都腫 然後還就是過敏 就是脖子這邊 因為我那時候去 那邊又癢起來了 水土不符 對 而且這次癢是 會起水泡那一種的 就是不能抓 抓了就流湯 所以我覺得那個感覺 比較像是那個叫什麼 代謝 內分泌失調 跟水土不符 水土不符 對 好 來 那甄莉呢 那不用看到 瓶尿跟小腿浮腫就是腎臟 腎臟是不意外 可是只是覺得 為什麼會影響到 也皮膚騷擾或乾燥 對 好 來 到底是什麼出問題 就來看看 沒錯 就是腎臟 為什麼跟皮膚癢有關 王醫師 其實我們剛才提到說 肝臟解毒 腎臟也解毒 當這個腎臟的毒 如果排不掉的話 其實它反而 不會造成皮膚癢的比例 會比肝臟還要得高 所以我們在 其實這題是告訴大家 其實很多我們所謂的尿毒症 那種腎臟末期的病人 他本身癢起來 真的他會非常的癢 這癢的原因 基本上是他毒素沒有排掉 再過來有可能 他本身那些離子 鈣離子 鈉離子 那些鎂離子 造成那種癢 是抓不到的癢對不對 不是抓不到 是你怎麼抓都不會止癢 都不止癢 所以我們常說其實很多病 當你到了末期 其實折騰病人的 你看起來好像很簡單 可是像這種 癢到睡不著 它真的生活品質很差 然後那個才是導致病人 他覺得群細低落 真的會覺得這個病 其實折磨它是這個地方 施榮 年輕的時候 曾經被診斷過 我們俗稱叫腎虧 對 腎功能不全 對 我那個時候去 好像是賣一個醫美課程 然後他們有幫客人 做量身訂做 他們有一台很先進的儀器 就是你進來 他不是抽血 他不是侵入式的 他好像就是腳底貼個什麼東西 然後身上貼個什麼 好像又導電的方式 然後最後撤出來一個報表 就說我腎虧 所以後來 因為我檢查出來之後 我就去跑去看醫生 我就去檢查腎 還好沒有太嚴重 就是好像是 排水功能比較不好 醫生就問我 他就說 那你平常是什麼樣的作息 然後吃什麼東西 因為我喜歡吃重量 然後我那時候 因為購物台做現場 然後我們就怕那個 就是上廁所 所以水喝很少 然後又憋尿 所以醫生就說 這些習慣就是 都對腎 都不好 要改 後來我改了之後 我現在還是平尿 我覺得那時候的後遺症 還是影響到我 可是我腳已經不腫 不過妳這樣說到最後 那個周醫師 腎不好 我們除了會陽 還可以怎麼來判斷 對 我們還會從顏色來看 第一個是蒼白色 它白色是 你會發現它的小腿 它的手很像是那種 我們把一塊死豬肉 放在水裡 靜了20分鐘 整個很像浮 浮屍那種 濕點就在恨白 白中沒有血色的話 它是開始心臟是無力的 不要忘記腎臟是下面一顆小太陽 心臟是上面一顆小太陽 你腎氣不足 也會影響心臟的循環不好 上面被下面拖垮了 第二種是 它的顏色變成很暗沉 不是蒼白 它很暗沉 暗沉到很像是樹幹的顏色 就是你黑沒關係 你的黑美人 黑美人 黑又亮 它不是黑又很暗沉 沒有亮色 變成 因為它本身的一個脂肪不見 肌肉也不見了 變成沒有顏色的暗沉度 不是表示它的肝也出問題 因為不要忘記腎的旁邊也是肝 所以心肝腎都會影響到 它的一個皮膚損氧 或是顏色的判斷依據 所以有的人想說 好白 林黛玉 這個就要留意 蜘蛛 對 其實這很危險 死白 但是除了死白 你要擔心之外 你皮膚開始出現一些違章見竹 也要開始擔心 就異常 因為之前有一個女生 她就是 她是那種環保志工 所以她通常就是一個禮拜 就有幾天會去幫忙 做垃圾分類 要回收 可是她有一陣子開始之後 她就覺得 她老是覺得燒癢癢癢的 她就想說是因為太常接觸 這些垃圾或幹嘛 太髒了 所以會癢 可是她想說奇怪 她也沒有特別碰 然後回家就想說 那把它洗乾淨 行為你應該沒事 結果後來很奇怪 那種燒癢感就一直在 而且開始後來抓抓抓 結果就發現 怎麼會有一顆一顆一顆出來 一顆一顆出來之後 後來那種老湯你知道 而且那個顏色就越來越深 已經不是只有紅色 癢到受不了 然後要瘋掉 後來就趕快去身體 一開始是去皮膚科 皮膚科就幫她轉介到說 皮膚科看了之後說 她說什麼我來皮膚科 妳叫我去腎臟科 她說對 妳去腎臟科做檢查 她去腎臟科一抽 她的基酸幹有12 是正常人的八倍 有意思說她的腎功能 非常非常的差 她已經 所以她其實是末期的腎臟病變 但是她的展現 她自己都覺得沒有感覺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 一般的太太或老人家 人家會覺得說不在乎什麼腳腫 或什麼覺得那個 可是她那個時候 就只有覺得癢得要死 然後那個皮膚疹非常嚴重 然後去你就已經是末期腎病變 天啊 只是皮膚癢 對 對啊 這個太壓抑了 所以我們如果要保健 這個還真不能忽視 飲食上我們可以怎麼做 我給大家先提一個概念 其實今天皮膚癢 雖然是我們的課題 但是一般腎臟而言 我們對腎臟有個五字訣 泡 水 膏 平 眷 泡 尿尿有泡泡 然後腫就是水腫 然後膏有高血壓 平是平血 然後眷是眷帶 當你覺得奇怪 肝功能不好也會眷帶 腎功能也不好眷帶 當你這五項都有的話 就表示你的腎功能 真的算比較不好 基本上反過來說 如果你這些症狀 又合併又癢的話 你如果不想到你的腎臟的話 你可能假如你的腎臟壞掉 你都還不知道 當腎臟這麼重要 我們如果照顧他呢 第一點 如果比較健康的人 我們常說你生活作息要正常 第一個 少吃高鈉的東西 這個東西到底有沒有潛在的鈉 潛在的脂肪 潛在的糖 你要懂得後面看標示 但你看到一個一杯 它的麵裡面 統統的鈉含量2800 同樣另外一個泡麵 它的一包裡面1800 你就知道說這一碗 雖然比較大碗1800 這碗比較小碗 其實也要2800 所以正常如果你鈉的東西 吃多的話 你的腎臟的代謝會不好 而且很容易攪走 但是如果說你本身 已經是腎臟不好的人的話 那就比較麻煩了 你連飲食裡面 蛋白的東西要減少 鈉的東西要減少 鈴的東西要減少 假的東西也要減少 這個飲食的話 是一個特別的控制 所以說不管是肝功能不好的病人 糖尿病的病人 或是腎功能不好的病人 你要配合你的營養師 做一些飲食的控制 才把你的身體 能控制在比較好的狀況下 中醫又會給什麼樣的建議呢 關於腎臟保健 四歲以下我建議是用 像黑豆 酪梨 葡萄 這些比較輕鬆的方法去補腎 保腎 第二個是說50歲以下 40歲以上的話 就變成我用更厲害的 像黑木耳 蘑菇種多糖體 甚至像發亮的銀皮魚 因為有一種我們叫做 必須胺基酸 像一個量胺酸和益量胺酸 它不僅可以去降糖 又可以去修復神經系統 所以像一些像鯧魚 白帶魚 也像去尿酸補齡性很高的 那個反而是可以去補充 我們的神經系統 還有一些降噪素的 再來就是你已經比較虛 又比較老 又比較不行了 我沒有四歲上下 要必須更厲害的方法 對 就是撞羊劑補腎器的話 用鹿茸還有牛棒 牛棒就是一個大栗子 大栗子這些 像芡食也是四神湯裡面的 芡食也是補腎的 是像洋蔥 可以從心腎血管去補充的 這幾個大家做參考的 但是妳像鹿茸這種東西 我們一般以為都是男人在吃的 女人OK 不會 我們病人裡面 女生吃鹿茸 然後達到一個五六十歲 還有月經來的話 都還是不錯的 這月經來可以吃 對 它對於一個雌激素 或是一個雄激素來說的補充 對有抗衰老的定義 是還不錯的 好 所以我們常常在口頭上 想在開玩笑 全都給養 全都給養 那不是正常的現象嗎 不是 不是 這樣就很容易 就很大部分都忽略掉 對 但是後面衍生出來 連結性的問題 這是我們真的還難想像 對 平常還是要多加留意了 對 謝謝大家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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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